只要這個上面超過五千 就會馬上停權 外送員語氣無奈 因為平台方便客人取餐 不用APP扣款 可直接復線 但現在心智上路 越深載到 趕緊有油牌 一定要吃 大概一天要會兩次 新舊比一比 除了查詢欠款系統不一樣 停權標準也改變 從一天欠款金額 大於五千元才停權 改成即時欠款 一高於五千 就不能外送 而且一天結算兩次 等於中午跟下午 都要去會錢 日到週末停止更新 等於放假前 就要先代電 匯入週末可能收到的款項 而且想要解除停權 也變難 可得先將欠款金額 全部還清 多數外送員認為不合理 因為代電款項 就已經夠麻煩 遇到國定多天連假更慘 像是以今年國慶連假 連訪四天為例 等於10月9號 就要先預先代會 後面假日款項 代電金額可能高達10萬元 一天大概下來 大概十個小時 大概收一萬 所以一定要先會一點進去 口齒裡滿是無奈 心智帶來不變 中午12點跟6點 都是外送尖峰時段 根本沒時間會錢 只給5千欠款額度 送一筆公司團體訂單 就可能超過被停權 氣得外送員表示 可能會罷工抗議 而外送公司官方對此則表示 是為了更有效率管理金流 才改制 只要外送員送了餐 錢馬上會回來 就不會被停權 外送員表示 就怕萬一平台財務出問題 恐有不少人受害 也質疑為何垂款垂得鬆 看看其他家做法 則是將代收現金 從薪水直接扣除 不夠付的再用信用卡付費 就怕像先前 陳神蜜蜂等案例 直接落跑 極欠店家不少貨款 新智上路等同也要外送員 先自投腰包 帶點餐費 也讓外送平台爭議不斷 在成章的福恩之台報道